尼西亚南达大师 大家好,我是马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新都教大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lmashiva上师 昨天呢,大师在开示中讲到了一个 非常的 让现代人可能 大彻大悟的 这样的一个道理呢 就是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我们被这个 无意识的社会洗脑的认为 自由就是选择 但事实上呢,这才是一个无意义的人生 也就是说人生是不需要选择的 真正的自由呢 是你可以自由地去创造自己想要的现实 而不是让自己卡住之后呢 还欺骗自己说 那我不选这个,也可以选另外这个 所以呢 这才是人生的真谛 真正的自由就是你决定就可以做到这样 你有这个选择 你想要人生的权利 这个就是你作为意识的 它的特质 或者说作为意识的权利 意识呢,是所有物质的源头 我们人生现在可以看到的 感受到所有这些听到的 这些全都是物质 也就是说呢 我们作为意识的化身 我们作为意识的本质呢 是可以显化任何我们想要的现实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认知呢 这个知识 并且用它强烈的去指导自己的人生 不为玛雅的现实幻象所低头 这个才是真正的做人的道理 大师在开始中讲呢 他还会跟我们讲更多的 怎么去显化自己想要现实的秘密和法则 也希望所有同修呢 都能够在未来的这些天呢 紧密的锁住我们的精彩开示 来学习这些让我们所有的人 都想知道的梦想成真的 心想事成的这样的科学的宇宙法则是什么 然后大师就在昨天的开始中讲到了一点 就是意识的有一个能力呢 就是Feraciousness 就是你的坚定 你的坚毅这样 一旦你绝对的坚定 坚毅的做这个决定呢 那现实就可以发生 它虽然是一个非常初级的意识的这个能力 它也可以显化非常非常强大的现实 就是一旦你非常坚定的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实现这个现实 这是我想要的 那么人生呢 就会立即的在你的眼前 把你想要的现实显化出来 其实呢 人生就是这么简单 大师说呢 你甚至都可以像这个排毒一样的 用你的坚毅呢 坚定去把你的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和自我痛恨排掉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人生之所以不能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呢 是因为我们心中的跟自己对抗的声音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一致 我们想有一个愿望 就能够100%的支持 全身心的支持 那么它就会立即实现 但是现代人因为在这个无意识的社会被洗脑呢 总是有很多的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和自我痛恨 当我们有一个愿望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啊 有可能不会实现 或者是这个有点太难了 或者是我是不是想要的太多了 或者是别人会支持我吗 我得到这个之后结果又能怎样呢 所有的这些 反对自己想要实现 愿望的声音就会出现 那么当然我们就无法实现自己想要的现实了 这一切呢 还是我们自己作为游戏的主人 也就是说我们活在幻象中 以为现实不会发生 但事实上现实的发生 只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决定而已 我们就外向的幻象了 来否定自己内心的这个决定的强度 其实这个真的是 最大的幻象 当我们内心简单的决定呢 外在就是可以发生的 所以大师说呢 你的所有的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和自我痛恨 是阻碍你人生成功的源头 所以呢 即使是用这个坚毅坚定 也可以把这些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 自我痛恨给排除掉 所以呢 请大家记一下这个 强大的这个实践法则 或者是宇宙的科学 就是作为意识呢 我们是有这个 有一个能力叫做你的坚毅 一旦你坚毅的决定呢 这个宇宙一定会把这个大门打开的 就即使是你有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自我痛恨 他们也会离开你的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嗯 揭示和指导吧 对我们人生成功 就你任何时候特别特别想要 或者你就是决定啊 我就是不放弃 嗯 你一定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也希望所有同修呢 都啊 报名参加我们第二十二期的 Paramash Evil Home的这个课程 来实现自己人生的一个 最重要的转列点这样 还有呢 如果你已经上过大课了 希望大家加入到我们电子 大使的这个团队 一起来建设这个开悟的 在线的生态系统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实现自己的政务圆满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这样的灯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